带孩子到诊所施打疫苗 原本是要增强保护力却被打错针 曾家长Poen控诉 6月29号下午带5岁女儿 到台北市东湖一间诊所打疫苗 但接种卡上已经盖章确认 是施打白猴、破伤风、白日咳、小儿麻痹 四合一公费疫苗 没想到隔了两天却接到诊所电话 说想问章是盖在哪格 后来才得知孩子竟被重复施打 两周前才接种的德国麻者疫苗 因为通常他给你打 他也会让你确认这个疫苗 会比较谨慎一点 通过一两次 有的那个护理师啊 病值比较多很烦的样子 当时诊所一早相当忙碌 闹出错打疫苗大乌龙 7月2号早上才有自称诊所主任的人 打电话向家长致歉 没想到对方却是一周 只出现一次的行政人员 网友说未免太夸张 施打前不是都会核对疫苗吗 手局都留着赶快找医生问一下 护理人员有过在职训练吗 那如果有的话就是 直接挂来挂好 给医生看诊 医生评估完没有问题 我们才能施打这样 有民众到诊所询问 柜檀人员流畅讲出完整SOP 但家长痛批管理超松散 一个步骤都没做到 照理说应该落实三毒五对步骤 诊所却一开始就勾错疫苗栏位 医生更没有核对宝宝手册 以及健保卡施打记录 最后多打一剂德国麻疹疫苗 护理师却把张盖在四合一 疫苗的格子 当时诊所低调不愿回应 而北市卫生局接火通报 说7月3号已经复诊所查核 并要求限期改善 7月8号也会复查 儿童必打疫苗却发生错打 所幸占无大碍 只是未来看证 恐怕也得靠家长 小心再小心 记者黄明君成轩台北报道